8号华尔街日报刊登对前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的专访 岸田文雄说专制主义与民主冲突的前线就在亚洲 特别是台湾 岸田文雄表示日本需要为与筹谋 持续更新应对台海冲突的因应措施 他表示日本和美国需要联合模拟 在涉及台湾的危机情景下该如何共同应对 且应该要比现任政府走得更远 实际上日本无法独自因应 除非与盟邦美国合作 否则我们没办法因应 为此展开兵棋推演很重要 另外日本美日新闻7号也刊登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的专访 岸信夫表示台湾距离日本最南端的宇纳国岛仅110公里 对日本来说台湾发生事情 日本也无法置身事外 台湾是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重要盟友 岸信夫也指出台湾局势的稳定 不仅与日本安全保障息息相关 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也非常重要 岸信夫也在推特上转发了这篇报导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